已经没有反应了,已经时空见惯了。 这发生这么多次了,每次,不是每次吧,经常有人把这样的视频送给我。 他们很生气,我说不要生气,平静下来。 这个事情是不断发生的,我们会采取行动。 有时我就自己在面部上做一个贴纸,提醒大家不要相信这些假视频。 但是后天又有一段来了,那你怎么办? 我不能面部每天都好像你的银行的APP这样,每一次打开都说记得有假视频,不要去被欺骗。 我有上当过,买东西,我以为是真的,结果迟迟不来。 其实后来我查看那个URL,它的网站是EN,埃斯托尼亚。 所以,哦,原来那个地方,他们的条例可能跟我们不相同,或者人家假借他们的地方,谁知道。